0403地震受災戶 黃春英被落石砸中腦部 歷經手書之後 記憶慢慢的恢復當中 而袁聖良0403大地震 後山的落石直接將他們家的浴室砸毀掉 導致他們家被貼黃丹 也因為地震不斷 所以房子也無法修建 只能到外面去租房子 因此秀林鄉代表王沈剛主 尋求社會資源募款 希望能協助受災戶渡過難關 黃春英0403地震受災戶 當時因為先生早上去服侍參加活動 7點多的地震來了 導致黃春英的家咖啡 被巨大的落石砸毀 連同黃春英也遭到落石砸中 然後不得到一天一夜救援 才救起送到直接醫院 為了協助受災戶渡過難關 訊問下面代表王沈剛主 也獲得愛心人士的券款來協助 這一切就是上帝的旨意 因為我也不認識愛心人士 愛心人士也不知道我是誰 他就是看到網路上的資訊 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覺得說 對 應該要幫助你 那你這段時間 你幫助他你也沒收入了 所以他後面決定 就是把你這段 你應該會有的 失去的收入 30萬給你 讓你專心的 好好的陪著他 然後看到你剛剛 有那個感受 我就覺得 對 慢慢的在變好 他應該有 那你重新開始了 你看 你發現你的人生是不是有那種 重新開始的感覺 你可以重新愛他一次啊 還是你弟弟 還是你老公 其實我們人的都是媽媽的意見 但是我要很堪信 其實這個 這才真的很 最厲害的才是 另外原勝良 0403大地震之後 若是直接將他的浴室斬毀 導致他們家中被貼上房單 也因為地震不斷 所以房子也無法修繕 只能夠在外面租房子 讓家人不受到地震的影響 甚至很害怕 0403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有人知道說 我們這邊外界很需要協助 那尤其是我們自己 修林鄉又特別嚴重 所以那時候我就 有寫了很多案子 然後把他寫清楚什麼狀況 去拍照去仿視去問 甚至家裡需不需要修繕 修繕的程度 還請工程行一個一個去看 那那個愛心人士啊 他就看到這樣 覺得可以 那就給予補助這樣子 然後針對每一個個案這樣子 來幫助我們那個 部落的族人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能這樣落實給所有的鄉民 還是我們德魯谷 我就覺得我這樣自己 在政治工作上面 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在愛心上面 我本來就覺得 這是沒有差別心的 真的就是把 需要幫助的人去幫助他 就那麼單純這樣 所以也很感動啦 社會上有共鳴 那未來如果還有的話 一定都會在奉獻 還是在給部落 我們一起讓部落可以更好 讓我們族人更好 網上公主表示 新聞下有許多 0403地震各樣的蔬菜戶 他也會繼續 需求社會資源 來幫助需要的鄉親 記得教我們喜歡 不來吧